罗摩克里希纳是印度最伟大的圣人之一 但在年轻的时候 他经历了许多挫折 在他成为圣人的道路上 一位僧侣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位僧侣名叫托塔普里 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世俗生活 并在一片森林中进行了40年的苦行 最后获得了涅槃三昧 从此 他开始在印度各地游历 后来他遇到了罗摩克里希纳 并被罗摩克里希纳的杰出人格 深深所打动 于是就问他 是否愿意学习废谈多 然而罗摩克里希纳谦逊地回答 我不知道 这取决于我的母亲 如果我的母亲同意 我就同意 托塔普里说 好吧 那就去问你的母亲吧 我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 于是 罗摩克里希纳来到一座寺庙 向寺庙里的一座雕像祈祷 并在冥想中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的 孩子 去成为他的弟子吧 他就是为你而来的 于是 罗摩克里希纳 怀着极大的喜悦 来到托塔身边 告诉他 母亲已经同意了 托塔微笑了一下 也为他作为一名废谈多学者 认为罗摩克里希纳 所尊敬的母亲 只是幻象的一部分 然而 他没有对罗摩克里希纳 说这些 在开始学习废谈多之前 罗摩克里希纳 接受了僧介 当即日到来时 托塔开始教导罗摩克里希纳 师徒二人进入冥想室 罗摩克里希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表示渴望学习非二元论非谈多 托塔说 饭是唯一的真理 自由永存 当一个人沉浸在三昧的喜悦中时 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不受明和形的限制 这些都是幻象的产物 超越明和形 并像狮子一样突破的 深入探求自我 在三昧中安住 从那天起 托塔试图坚定 罗摩克里希纳 对非二元论的认识 他对罗摩克里希纳说 把心智从所有事物中完全抽离 融入自我 然后 罗摩克里希纳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 就把心智从所有其他事物中抽离 但唯独面对母亲的熟悉形象 当他以活生生的现实出现时 这极大的阻挡了罗摩克里希纳的超越 当他向托塔提出这个问题时 托塔拿起一块玻璃碎片 划破了罗摩克里希纳的眉心 然后 他要求罗摩克里希纳 将心集中在眉心之间 罗摩克里希纳 按照托塔的要求再次做下冥想 母亲的形象又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但这次他用智慧之剑将它斩为两段 于是 他的心灵没有了任何阻碍 很快就进入了无相三昧 托塔感到十分满意 他就静静地守在旁边 看着他的学生完全沉浸在三昧中 一动不动 三天过去了 罗摩克里希纳 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位置 完全沉浸在冥想中 托塔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为他耗费了四十年的时间 才达到的这个境界 他的弟子竟然只用一天就做到了 托塔惊呼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奇迹 这是非二元论三昧活生生的民政 随后 托塔立即将罗摩克里希纳从三昧中唤醒 罗摩克里希纳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自己的上师在注视着自己 眼神里充满了爱和在赏 托塔激动地拥抱了这位杰出的学生 表达了他的经意 以前 托塔通常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天 但他决定在这里住上十一个月 以便更好地指导罗摩克里希纳 在这段时间里 托塔自己也经历了一些心灵上的转变 他曾认为罗摩克里希纳对母亲的崇拜是一种迷信 但最终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 他已经意识到 其实 饭和力量是一体的 是统一的两个方面